一面的攤位還擺在家門口 地上的豬肉還在清洗當中 早上八點四十六分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社區巷弄內的一間民宅 傳出媳婦殺婆婆的案件 街坊鄰居都相當低調 住宅內拉起封鎖線 當時五十二歲的張姓媳婦 早上一時情緒不穩 突然持菜刀砍傷婆婆 造成八十歲的陳姓老婦人 頸部重傷 媳婦行凶之後 隨即向家中的丈夫表明犯行 救護車緊急將婆婆送醫 依然回天乏術 只留下麵攤子 申鎖在巷弄中 這些麵攤在當地相當知名 主打的就是婆婆跟媳婦 兩人共同經營 居民私下透露媳婦婆婆 平時關係非常要好 由於東西好吃 因此逃客絡意不絕 如今發生命案 媳婦還在派出所做筆錄 最近為何狠心殺害婆婆 還有待警方釐清